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人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月7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罗永浩 实际上咱们聊罗永浩 不是私罗永浩 而是就着罗永浩这个事 聊一聊投资 聊一聊目前啊 比较多的或者比较流行的 在当下反应比较突出的一些 投资人 债券人之间的这种错纵复杂的关系 为什么聊这个呢 因为我本人啊 既做个投资人 又创过业 企图拿到别人的投资 所以今天呢 就借着罗永浩这个话题 咱们敞开的聊一聊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为什么从罗永浩这聊起呢 是因为啊 这个罗永浩以前不是做锤子手机吗 那么他有个投资人 这个投资人叫郑刚 应该叫子辉创投 罗永浩大家都知道啊 我对他一直比较好奇 他的口才啊 他的这个演讲能力 不用说了啊 他搞锤子手机 因为手机这个我非常了解 相对来说也比较关注 或者就是关注的稍微多一点 锤子手机后来失败了 后来就是说罗永浩啊 负债是六个亿还是几个亿啊 这些我都能理解啊 后来呢 罗永浩说去做直播 直播带货 做了一年 然后说罗永浩把债全还上了 叫什么争还创 说罗永浩这样的债权人 那多这个账一样 一分钱都不欠 所以这债都还上 当时我也看了这样的这个报道啊 新闻 首先一个就是得罗永浩啊 很佩服啊 就是这个人还可以啊 签了钱全还了 没有直接倒下去躺平 像许老板这样的 他还真给还上了 这是第一个我认为 第二个呢 我多少啊 有一些怀疑在里面 我为什么说 我不是全部怀疑呢 是因为直播这里面水太深 我不清楚 一年到底能不能挣六个亿 因为我对直播行业 不是特别了解 我不清楚罗永浩啊 做直播 到底一年能不能挣六个亿 是这个直播里面水很深啊 但是我为什么说又有怀疑呢 因为你大致算一下嘛 咱们从常识就算啊 你直播带货 卖一百块钱东西 你不管利用多高 罗永浩拿到手 能拿五块钱就很不错 这个利用就非常高了 就是罗永浩尽得五块钱 因为他还债 他必须拿他这尽得的五块钱去还了 那大家想一想 反推一下啊 他还六个亿的债 那他就得卖一百二十亿的东西啊 这个数字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啊 大家还要想一想啊 因为直播里面还有很多推货 那个流水啊 很多都是假的 一般的是要三倍五倍的放大 那一百二十亿 那对应的这个直播 这个流水啊 就公布出来的 他这个销售额 可能是六百亿 就这种概念 那我就在想啊 你既然直播这么赚钱 你还心心念念的 搞手机干啥呢 那个小米啊 雷军现在是焦头烂额啊 搞了个手机公司 现在上市 股价也是跌得很惨了 而且现在在猜员 日子不好过啊 你搞电商直播 就那么几个人 搞个团队 一年轻轻松松啊 就罗永浩 就能分五个亿 六个亿 那没必要去搞手机啊 这就是我的怀疑 一方面我也觉得 罗永浩很厉害 一方面我也怀疑 他这个能赚这么多钱去还 要不就是这个媒体宣传报道啊 有偏差炒作 要么就是罗永浩本人不说实话 罗永浩好像也是默认了 说他钱还完了 咱们说这么多啊 都是说我这个 对罗永浩这个还钱 挣还赚 有疑虑 因为我是了解这个金融圈的这点事 投资 债权 那么今天啊 这个锤子手机的投资人 就是投资罗永浩的 紫辉创投的郑刚 他发了个朋友圈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他这个就是开私罗永浩 开始揭秘了 我对他这个 说罗永浩的人品这块 咱们不做评价 我们只说这个事 看完了之后啊 我发现啊 所谓的罗永浩还这个债啊 恐怕都是一些穴头 我们看看这个郑刚怎么说的啊 我们简单重要的讲啊 因为他说的非常长 我投了100多个移动互联网项目 失败了80% 到目前为止 一个都没有发起回购请求 当然压力在我这儿 但是目前有一个 你们耳熟能详的大创业者 我坚决绝对 一定要发起回购 罗永浩这个人 人设做好了 但是里面一套 外面一套 没错 投资有风险 盈亏自负 但是我一直认为 大人物必须有大担担 你失败了 这么多投资人放了你一马 你可以说争还赚 争还赚 但是不是只有你 不把公司破产 你是要面子的 你是想东山再起 大家配合你演戏那也罢了 但是你有三个方面不地道 我说说 一 三年了不开股东会 董事会 根据公司法 你必须给大家通报一下情况 你没有 我私下说 老罗 你外面要体面 你内部这些投资人 人家很多是职业经理人 人家要工作 要饭碗 你得体面的给信息 二 我发现特别是脸 你做锤子手机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李峰占银 人家不会投你的 你就别跪舔美元基金了 那他妈都是人金 只有我们这些傻人民币基金 在帮你 那把人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 三 你这次做了VR公司 融了五千万美刀 本来是好事 应该喝彩 但是你不地道的 本性起来了 你不开会 不沟通 不信息对称 直接丢过来一个协议 说 这次我估值1.9亿美刀 我拿3.5%来 给你们之前投了15亿人民币的 投资人补偿 本来是好事 但是你这种协议不地道 让我们说 接受了你的零点几的股权 就要放弃几十亿的回购 你这是不地道 不体面 不道德 我们既然投你了 就是看好你 而且你也有能力 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害 这么多投资人的心 他下面还有很多啊 我就不念了 这个郑刚啊 主要说了三个事情 就第一个 罗永浩这个锤子手机啊 后来失败了 不开股东大会 也不开董事会 就整个锤子手机的财务状况 他也不向这些投资人披露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就是说呢 罗永浩后面 他又搞了个VR公司 锤子手机没有破产 项目失败了 他搞了个VR公司之后呢 估值 估了个1.9亿美金 然后呢 把锤子手机的那些投资人呢 说 我在这个VR这个公司里面 给你3.5%的股份 把那个锤子手机的15亿投资啊 全部转到这个股份里面 主要是说这么两件事情啊 其他的都是人品啊 这些咱就不参与讨论了 我们看看啊 罗永浩回复了 罗永浩这么回复的啊 锤子科技的投资人 郑刚先生 半夜发朋友圈 对我进行了炮轰 对这种严重失实的 高度情绪化的发泄文字 我本该不做回应 但很遗憾 有媒体一大早就做了报道 目前已经扩散 甚至还影响了一些 无端被提及的朋友的亲遇 所以为公为私 我都不得不回应一下 我尝试在下文中 尽量避免任何情绪化的表达 这澄清客观事实 一 郑先生批评我三年没开股东会 其实是他记错了 按照公司法和锤子科技的公司章程 锤子科技每年都开了股东会 最后三年的股东会 分别是在2019年12月23号 2020年8月1号 和2021年4月25号召开的 当然因为2018年年底开始 锤子科技的核心业务 已经事实上瘫痪 这几年用锤子科技的主体所做的 基本上也只有偿皇 供应商债务相关的事物了 所以开股东会 也确实没有太多可说的 所以我们开股东会的议程 通常都很短 气氛也处理的不是很好 以后会征求股东们的意见 努力改进 第二个郑先生提到的李峰和詹银两位投资人 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这两位虽然没有直接投锤子科技 但实际上都投了我后来创业或联合创业的项目 可能指他这个VR或者是直播卖货的这些公司 并且在我困难的时候也给予过很大的帮助 尤其詹银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甚至私人借了我很多钱 并且在我还款时 还坚持拒绝了我为感谢他的情谊所做的回报 大家总是说做投资人的都是救急不救穷 但詹银对我又救急又救穷 并且多年以来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对我仿佛支持 这是我永至不忘的 第三个我和几个合伙人一起创业的新公司 征得投资人和合伙人同意 给投资过锤子科技的老股东们提供了投钱5% 投后3.72%的股份 与之相关的条件和协议 也都是老股东们自愿选择签署或不签署的 我们虽然没有为此开集体会议 但给锤子科技的所有老股东 全发了一模一样的邮件 并用微信一一做了确认 何来的不沟通和不信息对称 很多老股东都高高兴兴的签了字 并对我们表示了感谢 因为他们知道投资不是借款 投资的企业失败了就是失败了 所以这种对上一个创业项目失败后的补偿 本质上是因为不寻常的情感和道义 而不是通行的法理和逻辑 当然因为跟LP交代之类的现实问题 也有一些老股东对此是不满意的 这我们也完全理解 论文号后面还写了一下 咱们就不看了 主要看论文号对这个 一个是股东大会 董事会召开如否的一个回复 还有一个就是债庄股的认识和投资的认识 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里面 给大家已经讲过 所有的风投啊 投资人 他在投钱的时候 他本能的啊 因为风险控制 纯粹的风投啊 那种意思给你投几百万 说你赔了就赔了 烧掉就烧掉了 这种也有 这种是投那种创业初期的 就是你啥都没有呢 只是一个想法 真的是几页PPT 然后你要去跟人家去讲 如果投资人认可 就是你这是靠谱 先给你投两百万 让你试一下 那这种一般的啊 扔掉就扔掉了 随着你的业务进入不同的阶段 你引进来的投资人是不一样的 那后面可能就是 所谓的A轮B轮C轮 一轮一轮的融资 有的企业啊 融到这个字母都不够用了 就说明不停的往里烧钱 一般的A轮B轮投资 要么签对赌协议 要么签兜底协议 就是郑刚所说的回购协议 你看郑刚投了锤子手机 他认为他是有回购条款的 什么叫回购条款 就是你这个事情黄了 我投了你这个15个亿啊 这个锤子手机一共是15个亿的融资 那这15个亿 占你20%的股份或者50%的股份 那现在呢 你锤子手机黄了 你龙永浩就得要把这个 20%的股份给买回去 要花多少钱呢 15亿加上利息 每年是8%或者5%一个利息 这叫回购协议 所以他们投资人一般投资的时候 都是有回购协议的 反过来说啊 对这些创业的人来说呢 你如果不签这个回购协议 那就说明你没底气啊 你自己都不看好这项目 那你是来骗钱是吗 你看投资人他就会这么问你 你说你看好 你看好 那你怎么不敢回购呢 你肯定是胸部拍的爸爸想 说这没问题 绝对会市场占有率低 然后就成为一匹黑马 然后上市 那投资人就说好啊 那咱们就签个回购协议 如果你上不了市 那你就把钱都退口 还都付上利息 咱们远的都不说啊 就说这个恒大 我老说的举例子的 恒大房子宝 是不是要上市啊 许老板就拿了很多投资人的钱 其中有这个联想的那个红翼投资啊 等等啊 他都是有回购的 如果上不了市 许老板就负责把这人家的投资啊 要回购回去 这是房子宝 恒大2019年 借壳生人房 要回归A股 要上市 许老板就融了1200亿的战略投资 应该是十几个这个投资人呢 战略投资者 他们就是有回购协议的 如果你上市不成功 那这些1200亿 你许老板要把它买回去 还要加上利息 这个恒大借壳上市失败了 所以后面才出现什么 山东高速 坚决要求恒大履行回购协议 那恒大没有办法 恒大让深圳市政府 让广东省政府出面协调 很多这个广东的国企啊 深圳的国企 人家都能搞得定 因为都得听地方政府的 所以就没有让恒大履行这个回购协议 但是山东高速 人家不听你深圳市政府的 也不听你广东省政府的 他就要按照合同来 你就得给我回购回去 所以那个山东高速是200亿 还是120亿 总之啊 深圳市政府只好安排 深圳什么安居集团 反正一个国资委下面的一个企业 去把山东高速的这个股份给买下来 履行这个回购协议 所以说啊 所有的投资 后面都有回购协议 罗云浩搞的锤子手机 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啊 郑刚说的话是真实的 但是罗云浩呢 你看他解释啊 罗云浩说啊 那些老股东都签了字 他们知道投资不是借款 投资的企业失败了 就是失败了 所以这种对上一个项目 失败后的补偿 本质上是因为不寻常的情感和道义 而不是通行的法理和逻辑 罗云浩认为啊 我高锤子手机 你们给我投资了 锤子手机失败了 那就失败了 没有了 这是他的想法 实际上啊 公说公的理 婆说婆的理 但是我通过我的经历 还有通过这个 刚才举的例子 就知道啊 投资人投锤子手机 一定是有回购条款的 这个回购条款 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在一定的情况下 只要条件达到了 那么投资就变成借款 当然了 他也不是直接那种借款 就变成个债务关系 老罗你就得有义务 去把人家那个份额给买回去 就要履行回购义务 我认为啊 罗云浩可能没有认真地 看他的投资协议 我不知道啊 罗云浩那个锤子手机 后面成都市政府 好像是投了十个亿 还是多少亿 我是有印象的啊 但是我觉得 政府居然投资一个 创业公司 而且是私人公司 他难道就不怕别人说吗 这因为这里面有机会啊 他这个封审是怎么过的呢 那在罗云浩看来啊 我这个锤子手机 容了15个亿 我这锤子手机烧完了 现在这个项目就瘫痪了吗 没有了 那你这些投资就结束了 我现在搞了个VR公司啊 然后什么张颖啊 或什么人都投资了 估值是1.9亿美金 我呢 把这里面的3.75%的股份拿出来 给你那15亿的投资人呢 去分 这是勤奋 不是还债 这是你们看好我罗云浩 我也不想让你们吃亏 我有好事还带着你们 就相当于你把这个锤子科技里面的股份 转到了这个新的VR公司里面去了 如果VR公司以后上市了 市值1万亿 那你这个3%年级就是300多亿啊 你们都挣了20倍啊 你们应该感谢我啊 但是你看那个投资人郑刚 他是坚决反对 回购就是回购 你把回购又变成一个新公司的一个股份 这个实际上就是叫债赚股 把债又变成股了 股份是不确定的 债是确定的 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按照郑刚的意思 这个债赚股的协议都是罗永浩准备的啊 你们就得按这个签 那有很多债赚人就不同意 就是投资人呢 不同意 也有一些投资人是迫入无奈 反正签不签都是一个样 那给罗永浩一个面子就签了 还有很多人就不愿意签 因为你一旦签了 你就先放弃了债权 又变成一个投资 被动的变成一个债赚股 如果罗永浩这个VR公司 以后发展的好 那还好说一点 如果发展的不好 那又是猪蓝大水一场空 然后双方啊 针对着这个股东会 董事会这个 实际上锤子科技啊 它是个非公众公司 就不是山市公司 它的股东是有限的 股东恐怕也就二十个 像这样的公司啊 按照公司占程 公司法 它一年必须要开一次股东会 就是最少都开一次 那这个投资人说 锤子科技不开董事会 不开股东大会 那罗永浩说了 我们开了 每年开一次 因为这个确实没什么好聊的 这公司已经黄了 所以聊的更多的就是 如何还这个供应商的债 所以这个气氛不是太好 罗永浩奇妙但也的 但是咱们可以 想象出来 它这个所谓的股东大会 这个火药味多浓啊 这个画面感就出来了 投资人 有一种认读服输的 这种概念在里面 毕竟你是投资了 虽然有回购条款 但是作为股东啊 还是希望这个公司 能够起始回升 能够稳住 不能自己去祸祸 但是这个供应商就不一样了 供应商就是 那种心态什么 我被你骗了 你自己都不行了 让我天天供货 我要结账 你不结 要占期 90天 90天拖到100天 欠我这么的钱 你不结 然后又骗我们继续供货 不供的话 你更不结 供应商总觉得自己是被你骗了 现在欠我这么的钱 你不还 他肯定闹啊 我又不是投资 我们是买卖 对吧 我把货给你 你给我钱 结果到现在 锤子手机估计是 几个亿的货款 结不了 所以罗永浩说 他开股东大会 主要是解决这个供应商欠款 这个能理解 十一八九是这样的 炒成一过周啊 还谁不还谁 所以作为这个投资人郑刚 你看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他建议锤子手机破产 但是说罗永浩要面子 他也不想让锤子手机破产 一破产 想说罗永浩自己的这个信誉就破产 一旦锤子手机进入破产程序 宣告破产 那么这个供应商的欠款 和其他的这个欠款呢 都变成一个普通债权 这个优先顺势是一样的 就是受缠的顺势啊 他排的这个什么 税收 排在职工工资啊 之后 那他的清偿率不高 可能就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几的清偿就完了 但是罗永浩为了维持这个锤子科技 不让他破产 那他就得想办法赚钱 或者怎么样去满足这些供应商 尽量给他还款 这样供应商才不会去提破产呢 那作为投资人来说呢 他就觉得自己的权益受损了 作为股东 因为股东的投资啊 这个受偿是排在最后的 先债权再股权 就是你把所有的债都还完了 你公司还剩钱 你剩下的股东去分 叫先债权后股权 他这个债权的还不完 那股权肯定是没有啊 所以如果锤子科技一破产 这些投资人呢 通过股权 想回了钱 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了 那最后就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论号 剩下的回购义务 论号的还投资人的钱 所以论号他不愿意破产 这里面实际上就涉及什么问题呢 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啊 不管他是风投啊 还是什么A轮B轮 投资是有风险的 投资人天生的就要控制风险 总是想赚钱 没有风险 而且还利益还贼大化 还得赚得多 所以对投资人来说啊 最次最次 你得按借款来执行 就是你这个项目 不管以后失败了 清盘了 那你得把我这投的钱 你得还给我 然后还得加上利息 而如果你这个项目好了 得把上市了 涨了一百倍 那我就是股权 我在股市去套现 你看 投资人总是想着汗烙保兽 就是你这个项目 不管怎么样 对我来说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不能赔 所以说 在这种思路下 它设计的那个 投资的那些协议条款 肯定是对投资人有利的 我以前也介绍了 还有个对赌协议 对吧 你说你市场占有率 以后翻一倍 翻五倍 你翻的倍数越多 是不是你这个公司的 估值就会越高 公司的估值越高 那我占5%的股份 我对应的这个价值就越大 我是看着这个来的 所以你跟我吹牛 你做不到怎么办呢 所以咱们就得签对赌协议 你说五倍对不对 行 如果做不到五倍 那你少多少 你就给我补多少股份给我 就把创始人的股份 要补给这些投资人 本来啊 这个投资人的股份是10% 创始人的股份是90% 一旦你没有达到目标 你创始人的股份 可能变成80% 投资人就变成20% 接着赌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我刚才说90% 那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大部分 这个创始人的股份 可能也就是30% 40% 50%这样的 如果你的股份被稀释了 或者补偿给投资人了 投资人变成大股东 那你创始人叫做出局 这是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的 他要规避风险 而且他还要收益最大化 那从这个创业者 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就希望你投资的就是投资 可不是我借你钱 我借你钱我还要还 但是啊 创业者一般的在融资的时候 都出弱势嘛 是你要别人的钱了 是你求着别人给你投资 所以他就被迫啊 接受投资方的这个协议 第二个 也是我们一直说的 就是你得表现出 你的这个决心啊 你的毕生的信念呢 如果你自己都不看好这项目 你说我的项目 吹的天花乱坠的 但是人家说啊 你既然这么好 那咱们签一个这个回购条款 对吧 你要做不到怎么办 你怎么能说 哎做不到就算了 那你就拿不到这个钱 你肯定说做不到 我来给你补上 哎这就是回购条款 所以绝大部分创业的人 都会签这个回购条款 除非你这个项目啊 太好了 别人求着你来投资 排队给你送钱 这个时候你就强势 你就不签这个回购协议 问题是你这个项目既然这么好 确实也不用签回购协议啊 你是不可能死的 因为别人的排队 求着给你送钱 你这项目想黄也难 所以这就是个悖论啊 说了说去就是博弈 就是赌啊 那投资人就说了 你签这个协议 回购 你拿什么回购啊 是不是有担保啊 你说你拿嘴回购行吗 你有啥啊 所以你看 房子 车子 还有其他公司的股权 统统都拿出了担保 作为回购协议的保证 所以啊 很多创业的人 一旦失败了就倾家担产了 因为这投资人 他会把你的压的这些房子 其他的股权 资产 全部要变现了 人家要强制执行的 这个卢永浩 我估计他没有资产 他就生他一个人 所以这些投资人没有办法 这回购协议 他就是不履行 你把他告了 最后是两败俱伤 啥也拿不回来 还不如啊 忍着 任由卢永浩去折腾 说不定折腾这个名堂出来 卢永浩资产有了 这个时候 他们在要求 洛永浩履行他的回购协议 这就是投资人 机构和个人的区别 个人摘取人可不管 龚新山他是个人 他就得跟洛永浩闹 就得要他还钱 不还钱的话 咱们鱼死网破 谁也别想好 但是机构不一样 机构都是哄着洛永浩 不到关键时候 不会撕破脸 都是哄着洛永浩 你得干啊 对吧 你的身体健康 每天啊 开开心心的 你要多活 可千万别暴毙了 可千万别一蹶不振 抑郁了 你还得像以前那样的 到处去骗别人去 到处拉投资 万一拉成了呢 这罗永浩不就成了富翁吗 一旦罗永浩成了富翁 他就有能力回购啊 你看 投资人都是这个思路 所以锤子手机已经这样了 那投了十几亿的那些 投资人都不跟罗永浩去闹 只有这个正刚啊 估计实在是受不了了 气着了 也开始撕了 入死网破 我再说说啊 这个创业的人 刚才说了 对赌协议 你一旦失去公司的控制权 你呢 所谓的融资啊 对创始人来说 没有任何好 只是给你加大了你的风险 加大了你的债务 所以说投资人的钱啊 不好拿 带刺的玫瑰 我15年搞过一个项目 这是我自己创业 这项目搞得还可以 第一轮啊 是我自己和几个朋友投的 这个数据跑通了之后 这个模型有了 然后去找投资 就找到一个投资机构 人家答应了 要投三千万 但是呢 他要60%的股份 我就变成一个小股东 实际上很多人都愿意 觉得挺好的 你先拿三千万不挺好的吗 但是我就反对 不同意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你一旦拿了三千万 你变成小股东 实际上这公司的控制权 是在投资人手上 投资人是大股东啊 投资人是大股东 那这三千万怎么花 就不是你说了算的 公司不被你控制啊 你就变成一个打工的 那你想一想 实际上就是投资人 拿了三千万 在你面前晃了一下 然后人家把这个钱 从左口的倒到右口的 都是他控制的 你呢 表面好像容到了三千万 实际上你是啥都没有了 最后啊 跟所有的这个 创业人一样 你还要签这个 回购协议 还要签担保条款 就这三千万如果花掉了 这企业不行 你还得负责任 实际上你也没有控制权了 表面看你容了三千万了 你估值是五千万 实际上你是 一分钱没拿着 而且把控制权让出去 而且还背回来了风险 所以说啊 什么创业 拿投资 说出来好听 表面看 风风光光 实际上啊 九死一生啊 所以说啊 这些创业的 很难有好下场 你所看见的 都是活下来的 这叫信存者偏扎 看得很风光 但是你没有看到 他的后面 可能有100个人倒下了 这个大家可能有印象啊 为什么有很多人 媒体把它宣称成 叫连续创业者 一次创业失败 第二次 第二次失败 第三次 为什么会连续创业者 就是我刚才说的 给他投资的这些人呢 不能让他死了 你第一个项目失败了 不要紧 我再给你一点点钱 或者不给 因为你也没钱 还这个投资人的钱 你也没办法履行回购协议 所以啊 他们就逼着他第二次创业 你就再去讲一个故事 拿别人的投资来 甚至他帮你忽悠 第二次项目失败了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二次投资的人呢 也会要求这个人 第三次创业 这就是罗云浩 为什么只要走上了创业的路 只要他身体还行 所以他以后就连续创业 你看 锤子科技 黄了 搞一个VR公司 VR公司 只要黄了 后面他还会创业 不是罗云浩自己想创业 而是那些投资人 逼着他去创业 你只有不停的创业 你才有可能会去 忽悠更多人的投资 你忽悠了更多人的投资 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才有可能得救 所以你就会发现 怎么还连续创业的呢 怎么一次失败 两次失败 怎么还在干呢 这个奥妙就在这 所以对这些投资人来说 罗云浩的风吹草动 说今天不行了 养了 然后在中正监护室抢救 那这些投资人就傻了 赶紧托人给他买药 辉瑞的特效药 赶紧自己爹吃不上不要紧 罗云浩得让他吃上 这个绝对不是夸大 所以说你看 欠钱的是大爷 你看许老板这样的 这些机构投资人 这些银行到现在为止 都得好吃好好的带着他 都希望许老板能健健康康的 别出事 只有那些什么恒大理财的 投资者 还有那么供应商 商票的 因为他都是个人的 个人这些人想不清楚 他都是情绪化的 天天咒许老板早死 出门被车撞死等等 但是这个真正的机构投资人 他是不会的 他是希望许老板 每天开开心心的 健健康康的上班 要让大家看到 千万不要萎靡不振 不要垮下去 因为许老板只要不垮下去 他得天天吹他的 这个行动员汽车 他得天天吹他的 那个什么物业 商业公司 许老板后面可能还被逼 连续创业 这就是机构和散户的区别 咱们再说回来 这个论号 征还赚 这么一说 我就知道论号 这钱是怎么还上的 实际上他就是做了个债庄股 所有的创业的人 欠钱的人 最终啊 他都是盼着债权人债庄股 你看许老板也是这样的 希望这些战略投资者 债庄股变成股份 罗永浩也一样 把债权变成股权 有很多投资人呢 可能一看这情况 算了 连续创业嘛 变成第二个公司的股份 一样的 他就签了 实际上啊 作为投资人应该签 就是债庄股 但是呢 这个债庄股一样的会附带 你做不到 那你就得把这个钱还给我 然后把这股份买回去 就是回购条款永远不会放弃 那就给你转吧 死马当活马一 就有很多投资人呢 就债庄股了 所以这个罗永浩 说他还清了所有的欠债 我觉得啊 罗永浩也可能还了供应商的钱 就是把大部分供应商的钱 还得七七八八了 肯定还了 但是投资人的钱是没有还的 罗永浩他本来就认为 投资人的钱就不应该还 你风险自单啊 投资失败了 那你就承担风险 这是罗永浩的想法 通过罗永浩锤子手机 通过罗永浩的这个甄嬛传 咱们主要是聊一聊 大家知道啊 这是金融机构 还有跟投资者 创业者之间的这些关系 说白了就是债和股 从投资人的角度 哪个对他有利 他就要搞哪一个 可以债可以股 投资人要掌握这个解释权 从创业的人来说 从这个借款的人来说 他本能的都想把债变成股 你看这就是罗永浩和那个 正刚之间的矛盾所在 正结所在 我参加过几次这个民营企业的重整 所谓的破产重整 或者叫债务重组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债庄股 无非就是由拿多少债变成股 然后多少的债 展期五年以后再还 就像那个贵州城头一样的 一百多亿的债 展期二十年 前十年只还利息 后十年分批还本金 所以所谓的债务重组 核心就是债庄股 然后多少留债 多少庄股 留债的在展期 所以你看恒大的债务重组 他的思路就是这个 所以罗永浩说他不想做直播了 不想带货 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这个low 感觉像是偏人钱 他还想二次创业 搞什么科技行业 这个半真半假 什么叫半真半假呢 就是他要搞这个科技行业 再创业 这也不是他本人所希望的 这都是投资人逼他的 因为他搞这个直播带货 可能就能赚点钱 这个钱啊 还那个15亿的这个投资款 或者还其他的投资款 杯水车薪 你要等他这个什么直播带货的这个电商公司上市 也很难 在资本市场套件非常麻烦 他也做不到 所以还得去科技行业去创业 罗永浩去年说他把所有的债还清了 你们大家印象里面 他的欠债是六个亿啊 他才做直播不到一年 就把债还清了 所以说 当这个头部电商被查税 罚款 罚三倍 罚四倍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罗永浩啊 也要被查税 他肯定漏税了 要不然他怎么可能还得起六个亿的这个债呢 罗永浩出来解释 说没有 他们是合法的 依法纳税 那从这个就可以看出了 罗永浩或许真的是依法纳税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还六个亿啊 就是说他没有外界传的 他挣了那么多钱 直播带货赚钱肯定是赚的 但是原没有外界传的那么多 当外界的传言有利于罗永浩的时候 他就不辟谣 说他征还赚 说他还了六个亿 他觉得挺好的 因为这个有利于他的人设啊 现在他的人格很高尚的 但是一旦这种穿业不例如他的时候 他马上也出来辟谣 因为真的让人感觉到他一年赚了六个亿 那你这交多少税啊 这一查就知道了 他才交多少税啊 那你不是偷税漏税吗 所以他赶紧辟谣 今天说这么多啊 实际上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所谓的穿业 所谓的投资 风投 所谓的这个回购 债庄股 对于穿业的人来说 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非常探手 对于投资人来说 风险不是那么好规避的 虽然你设计了很多条款 好这一期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